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父亲扮演着与母亲同等重要的角色 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有些奇怪 因为你好无头绪或者从未接触过她 但你必须与她建立交流纽带 而这便需要彼此陪伴度过美好时光 我还记得带着婴儿车中的女儿们一起散步 给她们的妈妈留一些属于自己的放松时间 直到今天 我和我的女儿们依旧保持着一起散步的习惯 其次 不要害怕承担奶爸职责 当然啦 花时间一起玩耍是很棒的 但爸爸们不能只负责娱乐部分 你还需要承担起 包括换尿布 便器训练等照顾婴儿的责任 那些妈妈负责婴儿一切的日子已经不复存在了 你可以冲奶粉换尿布给她洗澡 这些你都能做到的 如果你觉得 我觉得我妻子能做得更好 那么看看这个吧 研究表明 当爸爸们参与照顾婴儿时 一种能够帮助人们增强关心纽带的荷尔蒙 就是催产素的水平会随之增加哦 不要只是展示强壮的一面 你没有必要成为只在女儿需要娃娃屋 或者需要你做力气活食 才跟她交流的沉默型父亲 是的 你当然可以做这些事情 但是不要让建造师或修理工成为你作为父亲所扮演的唯一角色 不要惧怕展示你柔软的一面 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的大女儿还是小婴儿 感染流感生病的情景 我把她搂在怀中安慰她 给她讲最爱的童话故事 做任何能让她感觉更好一些的事情 没有什么能比这汹涌而来的父爱感觉更棒的了 不要害怕成为一个柔软的男人 孩子们真的会使你融化 回答她的问题 你不仅是女儿的超级英雄 她的坚实 她的守护者 还是她的私人百科全书 准备好回答无数个问题吧 我不是说你需要知道谁是第一位迪士尼公主 这类的问题 如果她真的这样问的话 你可以告诉她是白雪公主 任何时候当她提出疑问时 试着回答她 即使你不知道 那么查找答案告诉她 更好的做法是 引导她自己找到答案 特别是针对 怎样做这类的问题 如果可以的话 看看她能否在适当的引导下 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而不是代替她做 或者直接告诉她怎么做 这可以提高她解决问题的能力 并对她将来的生活大有注意 另外 即使毫无头绪 也要试着理解她 当你的女儿对你咿呀咿呀地说着牙咿血语的话时 鼓励她讲出来 尽最大的努力加入这段对话 你可能完全摸不着脑 但你可以假装明白 就能教会她自然地表达自己 不把事情藏在心里 她想说出的便是最重要的 而她需要明白这一点 新手爸爸们可能会对此感到恐惧 我能和她有亲密接触吗 爸爸们是不是应该保持硬汉形象 而妈妈才该跟女儿亲密吗 亲好 你完全可以并且应该 透过拥抱和亲吻 向女儿展示你的爱 和她保持距离对她来说并没有好处 因为这样她会觉得妈妈爱她更多一些 她应该得到父母同等多的爱 让她自己选择兴趣爱好 每个人对女孩们应该怎样 或应该做什么都有着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觉得女孩应该穿着公主服 抱着洋娃娃 另一些人则认为应该秉除这些固有印象 带她们去院子里踢足球 听好 结束这场辩论很简单 让她自己选择兴趣爱好 如果她喜欢与芭比娃娃一起喝下午茶 没问题 如果她更喜欢在泥巴中滚轮胎 让她去吧 或许她当下的心情决定了那时的喜好呢 让她自己做选择 可以增强她的自信心 并且让她更加独立 再次强调 这些对她的成长至关重要 成为一个做家务的爸爸 同样的 让女儿看到 爸爸同样可以做那些像洗盘子 打扫房间这样的家务 最初的几年对她世界观的形成非常重要 和照顾婴儿一样 做家务不仅仅是妈妈的职责 而这一点需要让你的女儿亲眼看到 当然 这通常取决于你的家庭情况 如果你的工作时间很长 那么你或许没有时间帮忙做家务 但如果可能 尽可能让你的女儿看到 要是能和她一起做家务就更好啦 这一条是关键 做一个全职爸爸 包括周末时间 嘿 我知道 经过了难熬的一周 周末你只想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但 父母是一项全职工作 你可没有休息的时间 孩子们对于工作 或工作产生的疲惫没有概念 他们只会注意到 我爸爸从来没有时间陪我 而这对一个孩子来说 是很糟糕的感觉 陪你的孩子玩耍 一起做些工作 和他们交谈 不要等你方便时才做这些事情 把他扛在肩上 相信我 孩子们超爱这样 所以你最好在他们变重之前这样做 我是说 想想你自己的小时候 你爸爸有没有把你扛到肩膀上过 换个角度看一切 真的是世界上最棒的感觉 试着回想你自己在他们这个年龄时 这会有助于你理解 让他们兴奋或吸引他们的东西 这已经不适合我的大女儿的年龄了 但我三岁的小女孩 还总对此乐此不疲 如果我们去散步或观看游行 他绝对在我的肩膀上 教他规矩 这是所有的父母都会面对的棘手问题 说到规矩 你不想成为一个暴君 同时你也不想宠坏他们 对我来说最管用的方法是 教会你的孩子自我约束 并让他知道行为会产生后果 这样他们便会在行动前做些考虑 不要在他们不守规矩时 专注在实行没收玩具 或禁止看电视这类的惩罚 奖励机制对父母来说效果会好更多 这可能像是睡前刷牙 做家务 或是在玩玩具后把东西归为这样的小事情 教会你的孩子责任 不必要担心对他们的管束过多 最后 当他要你和他结婚时 礼貌的拒绝 我无法用言语形容 当我的大女儿要我跟他结婚时 我是怎么样的吃惊 当时他还很小 大概三四岁 好吧 当你的女儿像你这样问时 作为成年人 你肯定会很尴尬 但请记住 孩子在这个年纪 不会懂得结婚的真正含义 对他们而言 他们知道妈妈和爸爸结婚了 他们在一起生活 所以 你的宝贝实际上是说 他想让你永远在他的生活中 不要觉得太奇怪 你只需要向他解释 你和他的妈妈结婚了 而有一天 如果他愿意 他也会和另一个人结婚 但这并不代表 当他需要你时 你不会出现在他身边 你还有爸爸们需要知道的其他小提示吗 在留言区中告诉我吧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东西 那么请给这个影片点赞 并分享给你的朋友吧 但是 嘿 先别走开 我们为你准备了超过2000个超酷的影片 你所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选择一个影片 点击开 然后尽情享受吧 持续锁定量生活频道